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内心的一些的忧闷 看到他们心中的很多的忧虑 促使到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们更要对他们更加的关怀 在这个前几个月 我也三个礼拜 我也跟那个Mr.Chia一起来 探访一家马来的居民 他们真是很需要我们来探访 他说哪怕是你们来 我也很开心了 不必说给些什么都 还有呢 你的义工团也常常跟我们用电话联络 哇 我觉得很开心 你们真正的是付出 这个你们的爱来照顾我们 本身我觉得一个义工需要非常有耐心 也要有爱心地对待我们的居民 因为我们需要走进他们的世界 要很有耐心地聆听他们 告诉你的 分享给你的 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里面来帮助 作为一个预告的处理 我其实有一个阶长的计划 有几十多计划 所以他们帮助我到达到 广播尔幅 不仅在这个森楼里面的 但也到达到达了 我们在达到尔幅 最维持人家的赌人 甚至只留在一个洞窄 互联合的图取 第一次我进到他的门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幸福 因为这个老人家真的很可怜 因为他的床真的是很多大便啊 小便啊 没有人照顾他 为什么会有 这个是会有孩子 他自己有孩子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啊 我觉得真的需要我们这些 可以有时间的人来帮忙他们一下 我们必须保护 爱 爱 和感情 这就是最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一起来 我们能感到很高兴 最重要的特别 是爱的爱 并且感到更加感到的 与到广队的耳光 尤其是疾病 有很多挑战 我们要非常忧心 要听他们 比较多的听听 而比较多的多数 当我当义工的时候 我们的组长带领我们 去探访那些有需要的家庭 因为这是我们的邻居 所以有一些家庭 我本来已经认识了 认为他们家里有需要 只要我能够帮到他们 他们快乐,我也感到快乐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是 我们必须要求年龄 我们必须要很与他们 也必须要有时间 当我们见到这位老龄家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以关怀的爱心 来对待他们 这样他们就是 从中得到我们给他的爱 他要有热忱的心 然后有很尾声的精神 然后对乐龄有一个负担 作为一个勇办义工 最重要的特质就是 你需要用心聆听 老人家可能有很多纠结 可能想不通的地方 或者可能很多无奈的一些故事 你最主要需要的就是肯聆听 当你肯聆听的时候 老人家就会跟你敞开心房 那你可能你或许真的帮不到什么忙 可是你当下在那边陪同他 听着他的故事 那个就是个很大的助力了 我看到他们我很喜欢 我一直很开心 所以他们对我很好 我更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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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里 让他更加努力 他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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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一个礼拜 他买东西来了 就跟我庆祝了 我很喜欢笑的 我以前没有笑的 我就来到这边了才笑 以前我没有笑 我没有讲话 我静静的 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喜欢讲话 我又想回以前的 以前我们的甘邦 以前我们是怎样的生活 妈 你能来这个时候 你欢迎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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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早晚来还是姑姑来吃饭 早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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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的时候 你会欢迎吗 我欢迎 整整整整整 哦 整整整整整 我要谢谢他们 一直 对我 对大家也是很好 很努力 他们 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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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商讲话 我们会听他讲 这样没有这么笨 哦 成为朋友 啊 谢谢 你 你 让我妈 很开心 我感谢 没有你 可能 我妈 的生命会 会不同 对 对 我妈说 多多忙 在新加坡 有办议公司 非常非常重要 看起来是很像很容易的事情 其实不容易 我感谢 You know having served in this area 希望 更多人 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啊 因为我们也是 有点缺少义工啦 跟我们一起 并肩作战 我鼓励 啊 多多人来参加 做义高 一方面我们帮助别人 也能够自己在知识上有所增长 吃比受更有福啦 这我盼望 这些人 他们愿意的话 万一他来参加 也不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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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特别的啊 啊 知识 特别的学识 只要他们 啊 愿意啊 啊 服侍啊 社会人民的心就可以了 如果你刚好看过这个视频 然后 呃 你认为你可以 呃 对这个社会有些贡献 可以付出 对年长者 可以有一个聆听的耳朵的话 那请你呃 呃 联络我们 呃 通过以下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